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下午时间 北约秘书长马克里特14日在拉特维亚实在北约部队演习时表示 北约盟国应该提升国防开启并增加武器生产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未来谁的挑战 就是俄罗斯与中朝义深化的经济和军事合作 这对印太欧洲和北美构成了威胁 现在川普新的政府上台 在这里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 对北约有没有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听听 先生你怎么看 首先这个我们一直都没讲 就是马克里特 路德你记不记得 习还未见过他一次 他当那个荷兰首相还没有卸任之前 好像也是今年吧 某个时候然后跟他见了次面在北京 意思就是想让他松口 就是说对阿斯曼那边施加一些影响力 就是说不要不要进中国国的芯片 但是后来习不是说扔下一句话吗 就人家不同意吗 就谈崩了习就扔下一句话说 意思就是什么东西都难不倒中国人民的那个智慧等等云云之类的这种话 然后现在你看北约肯定也要上来 就是对着中共去就很强硬 只不过是北约他一个集团是对你这个邪恶的集团 也是对你整个一个那个group去 那么那么我觉得整个北约他进来这边 他还是要防住俄罗斯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他这个联盟 他很多国家还是在在欧洲这一边 就原来北约肯定的成立就是为了防止苏联扩张 对抗华约的 那么那么现在我觉得他还是 还是要防住就是说在俄罗斯 因为我们一直都说过 俄罗斯在乌克兰他没有出全部的实力 只不过是进行一些试水 就是说经验值的积累 对吧正常经验值的积累 那么这个样的话就是而且欧洲现在已经 就是说可以看得到之前就一直说 那个军备生产武器生产不足 因为就从二战以后谁还去 生产那个军事装备 就不是乌俄战争突然之间爆发 那个我相信整个欧洲都不会意识得到说 现在都这个年代了和平那么久了 还要进行打仗 那所以说很多军工生产都肯定都已经停了 对吧都是进行民用的东西生产 那你现在从民用要转军工 那肯定也是要花时间 而且你是要确认这个事态是肯定是要持续下去发展的 你才会投入资金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因为讲白了军工这个东西生产完了以后 你仗不打了 你这个东西要么封存要么销毁 你是不能当民用产品卖的 你这个炮弹怎么卖 对吧 所以我觉得也是 北约肯定也是意识到了 就是说后面的大阵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你一定要做准备 不然的话就到时候会非常非常的被动 而且欧洲 现在最近欧洲大陆 那个巨头 就是说领头者之一 就德国那个你看政坛也不稳 对吧 那个也要搞的就是 那个叫谁啊 舒奥茨的那个政府 也要被人 12月份吧 我昨天看新闻说是 12月份进行那个 就是说 对政府不信任投票 如果说投票过的话 就立马要进行大选 对吧 所以说德国政坛这边也是 也是有很多博弈在里面 而且德国中共渗透的也非常非常的深 包括就是因为 就是说很多利益都绑在一起 而且你看对中共的制裁 包括对他们的那个电动车加关税 德国就是首先就是反对 就不加 因为他他不想他不想加 因为他这个会冲击他自己的那个汽车 汽车产业的那个 还有就是工业等等这一切 就就说白了就是 怕影响中国的生意嘛 而且德国最近一段时间 什么国内的很多那个生产厂 大众也撑不下去了 自己国内都关工厂 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你这个样子的话 你如果说民用工厂关的话 那你立马转军工啊 生产军工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 都是有联系的 而且看这一次德国的那个 就是说政府的重新重组 看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是人就是这种 因为过不了多数 而进行联合执政 那么你一旦联合执政的话 里面又会产生这种扯皮 因为这些国家都是 包括英国也是 他们都是这种 就是说不是就是两院制 他是两 就是他是那个议会 就是说议会制 就是跟美国的那个玩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他这个 他这个政府啊 就很容易被 就是说很容易 就是说轮换 就像就像那个之前英国也是的 而一下手下上去就 没没过几个月就被人搞下去 对吧 然后就这个这个震荡 你说你说这个东西不影响吗 其实还是很影响的 政策一会一会这 这一派上来会这样变 一会那一派上来也会这样变 所以说所以说还是 这个这个中间啊 就会给中共有很多就是可乘之机 就是说可以运作的空间 因为中共他最擅长就是玩这个 他真刀真枪跟你明面干 他绝对干不过 但是但是他给你捣乱 然后借助你内部政治的不稳定 然后进行捣乱 这个是这是很擅长的 然后他现在发觉就是 因为美国大选以后 现在看来就是美国那边是彻底是没戏了 他肯定就是敲动不了了 也影响不了了 说搞不好他那边的整个的 什么整个的那一套多年 耕耘的那套特务体系都要被彻底瓦解 因为现在你我们可以看得到吗 赛林上校已经就是天天都是 从大选之前就开始天天就开始点名 点名就是说标定标定 对吧 那么这个标定不是白标的 突然人家吃饱了 没事干啊 天天又往上泡着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中共肯定 他们肯定是心里蒙清的 到底已经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上面 真的是掉坑里拔都拔不出来 好 是的 这里还这今天 昨天说中共在有个珠海航展啊 里面说新的一个什么歼35A 叫做隐形战机 首日进行飞行表演 人说跟美国啊 美国F35啊 长得基本人一样啊 然后说可以和美国F35来对标的 你怎么看这个中共这个啥水平 你评估一下 你是搞这个的 前两天我们不就说过了吗 这个东西你照着偷一个样子很容易 对吧 你你也不知道他航展上面他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然后把把那个性能调试到最佳 你你知不知道他他那个材料是隐形材料 他可以吹他说是隐形材料 然后搞得像真的一样还保密 而记者还不允许拍照或者是怎么样 他这个都可以做 你正二八定的真家伙 你就你就拉到战场上去打一打 你不要说你现在歼35A 你就歼20 你现在不是已经量产了吗 也是隐形战机对吧 也是隐形涂装 那个你你拉出去干一下 你看行不行 你你不要说你拉出去现在干了 你就直接说我我隐形的歼20 我飞到菲律宾 那不是之前那个节目我们说吗 要把那个提风导弹给撤掉 你你去那边就是说去呃 示威一下去锁定一下那个人家的那个呃 就导弹阵地你你往里面飞一下 你看你的那个战机会不会被别人锁定 他试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 就像就像我们做那个demo一样 你这个demo可以随便怎么样做 做的滑梨胡哨都可以没有关系 甚至你你里面搞假掺水都可以 你只要只要为了抓眼球 为了呃媒体报道 然后为了点赞多 这个你怎么样搞都可以 你正好把警示 就是说你最后要看你的实际效用 能不能够打 能不能够商业化 能不能够落地 他这个他这个肯定不行 你知道吗路德 他这个他这个玩意 这玩意说白了就造了个壳 你你造一个你造一个航模都可以 你造一个航模拉出去 这个中共绝对绝对牛逼 他这个仿制能力或者说是临时性的 用用的这个能力绝对绝对是天下一绝 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 好的路德 好 关于这一点 就还有川普的这个新的任命 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分享的啊 补充的 川普的这个新的任命 我们就接着看吧 就一天有一天一个惊奇 现在呃 整个看下来就是说 没有一个对中共有利的 而且是没有一个中共是能够勾兑得了 就是影响得了的 这个确实非常非常厉害 也就是怎么说呢 叫他这个任命就是说完了 就是四年就把你中共干掉 其他不要管 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 好路德 好谢谢啊 现在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再见 咱们这期节目 咱们这期节目